4比2轻取土耳其 主教练森宝一直言 剑指世界杯 就在刚刚国际组联比赛日的热身赛中 记上一场4比1击败德国队之后 日本队又以4比2战胜土耳其队 欧洲之行 接连战胜了两支欧洲球队 并打进8球 日本队依然在不断取得进步 此一役日本队取得了梦幻开局 第15分钟 伊藤敦树进军外围 与唐安律撞墙配合 得球后横带一步 直接起脚爆射 攻出世界波 长驱直入 分球给进去左侧的中村竞斗 后者调整后面对 谷防抽射入网3比0 上半时临近结束时 土耳其队翻回一球 卡巴克投球不射破门 最后下半场61分钟 伊尔迪里姆门前电射破门 将比分追至2比3 但比赛尾声阶段 替补上场的伊东纯也 突破点球 为日本队将领先优势 再次扩大为两球 将最终比分锁定为4比2 时隔21年 日本队也终于爆了 在2002年世界杯 8分之1决赛中 0比1赋予对手的一见之仇 这样日本男足国际比赛 也取得了四连胜 他们确实代表了 亚洲足球的顶尖水平 有能力与任何强队进行对话 甚至战而胜